肖燕燕将韩德让的话如实相告 他好奇当年想古山发生了什么 却被肖思温训斥了一番 其实肖思温一时也难以抉择 但他还是让肖胡年找机会告诉韩德让 自己愿意跟玉佩的主人见面 很快到了摄柳大赛 肖燕燕看见韩德让也来参加 心中有些窃喜 比赛开始肖燕燕拿着魔路骨的令牌闯进考场 而他更是和韩德让不相上下 叶绿吸引故作使诈 害得肖燕燕险些落马 还好韩德让将他扶住 最后韩德让拔得头筹 叶绿锦传指让韩德让上前 还让肖燕燕一同过来 叶绿锦封韩德让为大辽狼军军幼统帅 并亲自为他佩戴刺刀 接着叶绿锦正准备对一旁的肖燕燕发话时 被打晕的魔路骨醒来发现令牌不见了 大喊有刺客 肖斯温急忙解释不是刺客 而是他的女儿肖燕燕 请主上降罪 肖虎妮也急忙为妹妹求情 肖燕燕见状站出来 皆是此事是他一人所为 他想证明身为女儿身 一样可以带兵打仗 叶绿锦感慨肖燕燕跟当年的长公主一模一样 便没有责罚他 叶绿锦故意试探叶绿贤 看他是否对自己有二心 由于叶绿锦常年生病 叶绿锦还特意命人熬来汤药 叶绿锦本想婉拒 却被逼着喝下汤药 这时藏在里屋的韩德让不小心弄出动静 跟随叶绿锦前来的 韩匡寺立即查看 却发现是自己儿子 便谎称是风把窗户吹开 叶绿锦这才放心离开 很快到了纳波的日子 对年轻人来说 最期待的就是纳波途中的跳跃大会 但萧叶颜不想参加 他担心自己又闯祸 晚上跳跃大会上 耶律习尹想起父亲的话 便开始友谊接近萧胡年 善良美丽的后组女孩 就应该配得上草原上真正的贵人 小来吧 北两个喜欢的 小来吧